古早味米苔木斯的香气来源 最主要就是海洋纤维的虾皮 爆香后再加入让人口齿流香的油葱酥 炒出香气之后 再加入浓缩了香气精华的干香菇片 还有丰富油脂的猪肉丝 将这四种三蒸海味炒香之后 最后再敲入酱油 这就是古早的好味道 煮好的高汤可以放在电锅保温 不论家人何时回来 只要加入米苔木 想吃随时都可以开锅 刚买回来的米苔木 容易结成一球一球的 只要倒入滚烫的高汤 就可以轻松拌开 转圈销火把米苔木煮到锐味膨胀 此时口感最Q弹 汤也不容易混浊 多的米苔木在冰箱容易结成一块 又干又硬 想要吃的时候 需要加入热水烫煮 再锐煮至蒸发口感会更好哦 煮好的米苔木就可以利用 鱼温传烫蔬菜 拌上一匙的油葱蔬 还有酱油膏酱油 嗯这就是家的味道 家里吃妈妈乳的肉燥 更有饱足感 让你满足怀念家中的滋味